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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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屋气就可以卖回给政府 那笔钱就可以补贴他们的退休收入 那这个屋气回购计划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加入了计划的话 所以我最近在我的小贩中心见到了一位夫妇 他们参加了这个屋气回购计划 所以我用他们的例子来解释这个计划的好处 这位夫妇今年70岁 他们的屋气还剩60年的屋气 他们需要整60年的屋气吗? 可能不需要 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他们决定留住30年的屋气 足够他们一生住到完 剩余的30年的屋气他们卖给政府 所以通过这个计划 现在他们每一页都有供基金的终身入息 每个月有1000块的收入 终身的每个月 额外他们有3万元的现金可以收住 这就是屋气回购计划的好处 你不但可以继续住在你原本的房子 还可以争取到额外的收入 帮助你的这个退休的开销 而且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现金的花红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3万元 已经包括了现金花红 政府给了现金花红 而且他也以不同的屋形 那花红的数额也不一样 对 三房式的这个组屋来套现 我们会给你高达2万块的花红 如果是四房式就1万块的花红 如果是五房以上的组屋 就有5000元的花红 把剩余屋气卖回给监屋局来套现 有多少年长者决定这么做呢 马上来看看监屋局的最新数据 屋气回购计划自2009年推行以来 有多少户家庭参与计划呢 根据监屋局的最新数据呢 截至今年10月 一共有4624户家庭成功申请加入屋气回购计划 那么其中呢 今年1月才加入屋气回购计划的 五房式或更大型组屋 占了6.5% 四房式组屋占了28% 三房式组屋占了59% 一和二房式组屋 占6.5% 加入屋气回购计划的屋主当中呢 有接近68%当中呢 是选择保留30至35年的屋气 而32%的屋主呢 则选择保留15至25年的屋气 那么谁能够参加屋气回购计划呢 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条件呢 年龄所有的屋主都必须是至少65岁 那么国籍方面呢 至少一名的屋主必须是新加坡公民 那么家庭收入方面呢 每月14000元或以下 接下来房产方面呢 屋主不可以同时拥有第二个房地产 第五个条件居住期 所有的屋主呢 都必须已经在组屋单位呢 住了至少5年的时间 那么再来屋气方面 你必须最少呢 卖20年的屋气给建屋局 那么到底要加入屋气 毁购计划出租房子 还是大屋换小屋来套现养老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雷果瑞夫妇 为什么会选择把五房市族屋的 35年屋气 卖回给建屋发展局 70岁的雷果瑞和69岁的林金堡 在五级八都西六道的这间屋房市族屋 住了21年 今年2月 他们决定申请加入屋气回购计划 套现养老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搬家 因为觉得说能够继续住在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很喜欢 平均朋友都住在附近 联络上比较方便 再加上我们的屋子这边比较宽大 这边已经是剩下60多 所以我们在想 除非我们现在就卖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又没有决定要卖 又再等多几年的话 那么这个屋子的屋林又更加没有那么值钱 我们就是担心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去参加这个 就是take up这个屋气回购计划 雷果瑞夫妇把35年屋气卖回给建屋局 套现了大约20万元 其中10万元是现金 另外10万元则用来填补他们的公积金退休户头 雷果瑞说当初他有想过换四房式组屋 可是找新家很麻烦 最终还是加入屋气回购计划 开始我是觉得想说大屋换小屋 要找个申请个新的完全新的 我经过讨论后觉得搬家又太繁杂了 于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也是我儿子先向我们提出这个意见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 以前是就是三房跟四房 后来他说有五房的油 那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上网去查查看 然后就知道了确定 保留30年的屋气可以让雷果瑞夫妇 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 但是他们却担心自己在屋气结束前不在了 我现在是卖30多年 比如说我住了20年 那我还有剩 我还剩10年或者10几年的 那个雾气怎么样 那后来我们去查问了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担心 因为就是说剩下的年数可以就造回 退款退回给我们的家人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住过头了 住过超过 过了那个年限 他Housing Park那边会给我们安排 就是说我们继续住在这里 或者是他们会安排一个另外一间屋子 给我们还是怎么样的 如今雷果瑞夫妇能够在这间老房子 是安详退休生活 还有更充裕的退休收入 是的 相信很多人也像雷果瑞夫妇一样 有类似的担忧 他们就怕如果加入了这个计划之后 那个屋气还没有到期之前就过世了 那么卓会怎么处理呢 部长 可不可以进一步说明 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个问题 我们的要求是 你参加了这个屋气回顾计划 你需要保留的屋气 需要足够你住到95岁 我看对大部分的国人来说 这是足够的 可是有些人说 可能他们长命百岁了 所以他们担心 如果真的是担心这一点 他们可以选留住比较长的屋气 所以这个是自愿的 他们可以自愿选择留住比较长的这个屋气 那就会减轻他们的担忧 当然你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 还是屋气结束了 你还你还健在 那怎么样呢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会确保你不会无家可归的 到时候我们跟你们的家庭人员这个联络 然后按照个人的情况 我们会做出这个适当的这个住家的安排 是 部长刚才提到的就是 如果屋气到期了 那么还健在的一个情况 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屋气还没有到期 可是这个屋主已经是过世了 那么组屋会怎么处理 会蒙受亏损吗 对 所以我们也很多居民也问这个问题 他们担心的是 我留住这个屋气到95岁 可是我提早交登记 比如说我80岁就走了 那还有15年的屋气 好像很不值得 对吗 可是这一方面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15年的屋气还有价值吧 所以这个15年的屋气 就归于他们的遗产 如果有家人要住下去 可以住下去 如果不要住下去的话 我们会计算这个 剩余的屋气的价值 以现前给他们的 这个移产的受益人 所以这样就很公平了 那你用哪一种方式来套现养老呢 就如刚才部长所说的 是因人而异 最重要的是 要了解自己的退休所需 没错 想参加屋气回购计划 怎么知道自己能拿到多少现金 那么公积金的退休户头 又能获得多少填补呢 对加入屋气回购计划 有所保留的年奖者 他们的疑虑又是什么呢 稍后的节目 我们带你继续了解 屋气回购计划 今天bringen个期待 大家可以 这么多 我们看 我看 我们看